如果给你15万 让你买个中型的插混轿车 你知道该怎么选吗 今天我来到了比亚迪海洋网的3天 来带大家看一下海豹07DMI 那这个车呢 就是一个中型的插混轿车 它的百公里亏电油耗 据说只有三载四车 能不能达到呢 那如果说你想选这个车 它选什么配置 相对来讲更划算的 点个赞 咱们今天中这个车的外观 内置配置和动力 四个方面详细解读一下 首先我带你看一下 海豹07DMI它这个外观 那在讲外观之前 我先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人我发现 其实对海豹07DMI这个车的定位 其实搞得不太准确的 有人可能会想了 这个车好像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如果说我想买便宜点车 有海豹06DMI 比如说卖箱是稍微贵一点的 那可能又比亚迪的汉DMI 那这个车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今天来给大家解答一个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车相对于海豹06DMI 它其实尺寸是要大很多的 这个车的车长是接近5米 轴距是2.9的一个尺寸 虽然说它叫中型轿车 但其实它更多的像中大型车 另外呢 这个车呢 它是比亚迪的首款插混专用品的车型 也就是这个车在设计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为比亚迪这个插混系统 然后这边去专门进行设计的 所以说它相对来讲的话 是更纯粹一点的 在外观上呢 这个车呢相对来讲 看着比较年轻的 首先前脸这块 它还是那个海豹家族的这种设计风格 双CD这种日行灯 然后包括无边界的前隔山 侧面你看这地方的造型呢 它往后呢 是特别像一个叫跑的这种车型 但是这个车呢 它并不是一个就先辈式的尾门 另外尾灯这个块呢 它其实跟那个海豹那个家族 也是非常像的 这上面都是雨滴式的这种设计 尾部呢 这个比亚迪的自标是发光的 然后这儿还有个比亚迪的发光标示 有谁能告诉我 这里面有多少个比亚迪的自标 在动物上呢 海豹07DMI呢 它选的是比亚迪的第五代DM技术 那这个版本呢 它跟其他车型不太一样的是 它有两个插混的放松机 可以去选择1.5升的这个低配版本 还有一个1.5Ti的一个高配版本 那其中1.5升那个插混的那个发动机呢 它的NEDC亏远游耗呢 可以达到3.4升每100公里 那咱们说的低游耗呢 主要是指这台车 它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呢 可以达到2000公里 而它1.5Ti那个顶配版本呢 那个呢是偏向于性能的一个取向 它的发动机呢 功率呢 可以达到115000瓦 电机功率可以达到200000瓦 0百加速是6.9秒 所以说这两个插混版本呢 它是不同取向的 但是我认为在海豹07DMI上 更多的人应该是选择1.5升那个版本 而比阿迪汉DMI呢 现在目前全系都是1.5Ti的一个发动机 所以说汉呢 它是更先向于性能那一块的 当然在价格这一块 这个车呢是139800起 而汉DMI呢是165800起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 相对来讲会更低一点 内饰上呢 这个车它其实也有一些 海洋风的这种设计元素 然后我来描绘 你来想象 你看看这个像不像 首先是这个座椅呢 它就是那种波浪泛漆那种连衣 打成那种浪花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你感觉像不像呢 就这种竖条 坐上去这个座椅这种支撑感 还是比较不错的 软硬比较适中 另外呢就在中共台这个地方 你看它往前走的过程中 这个地方是平的 往这呢它其实有个凸起 然后连起来的 这个其实像不像那种海浪 往前走的过程中 它就涌起来那种感觉呢 反正我坐在主架时 看是特别特别像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侧门板上 这个地方 它其实用了一个铝制的装饰 包括这地方 铝制的装饰 那这个铝制的装饰呢 也有点像那种海浪泛漆的 这种浪花 你看海浪从这过来 卡往这 然后这个泛漆这种 连衣那种感觉啊 这个是我坐在这里面 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 我是这样的一个想的 可能也并不一定完全对啊 然后这是一个水晶 这种挡霸 然后这个方向盘呢 是一个双翼式的方向盘 那目前海洋望的很多车型 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 然后这个内饰呢 看上去还是比较有质感的 这个叫美太香红的 一个红色的这种内饰 看上去比较有质感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使用的是 仿吉皮绒那个台车 这并不是吉皮绒 这是仿的啊 整体看上去比较精致 你们在视频当中 看着感觉怎么样呢 那在配上呢 这个车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你像它那个标配的 就有360 然后包括它的 Depolit的高阶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也就是L2级别的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这个车呢 是一个标配 那它的高配车型呢 它是带态度显示 然后带那个 中央的一个气囊 然后并且在FSD 这个可变阻尼的悬挂 包括在前后排的 对加热 所以这个车的配置 其实很高 关键是它的价格 然后相对来讲 也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主车的车型 大概在15万左右 所以说这个车主打的是 一个动力够用 然后空间够大 你们说呢 那海豹零西DMI 选哪个配置更划算呢 我个人觉得你买的话 就买那个 120公里续航 不要买那个入门版本 那那个续航 不是特别够用 另外呢 就是选它的精英版 15万5千8 和它那个豪华版的 16万5千8 因为这个配置呢 它已经带它的 7千瓦的交流 慢充 就是在下充电 其实也可以 另外呢 它还带一个快充 这是38千瓦的 一个直流快充 就如果说你去商场 吃个饭什么的 它可能直接就 很快的就可以充满了 相对来讲 就是日常代步的话 会更加方便一点 那我个人更推荐 那个豪华版的车型 因为它的配置 相对来讲 更高一点 比如说那个 仪表的显示屏更大 然后包括 带这个作与通风加热 和50瓦的 这个无线快充什么的 相对来讲 会更加划算一点 价格只差了1万块钱 你们说呢 所以说这个车 它实际的定位呢 就是相对于海豹06DM呢 它的空间更大一点 但是它使用的 也是比亚迪的 第五代DM技术 所以说它也会 相对比较省油一点 那相对于比亚迪 汉来讲的话 这个车的外观呢 看上去会 可能会更加年轻一点 汉呢 可能会更加商务一点 所以说风格呢 可能不太一样 而它的价格呢 相对于汉来讲 也会更低一点 因为它的主销车 大概在15万多的一个价格 如果说给你15万 你们会选什么车呢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